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雕起一件物品就为地球增添一份负担 为了减少浪费 旧世军一直致力推广物资捐赠 现在品店的成立就是将捐赠的物资循环再用 究竟这些捐赠的物品 由回收去到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不如我们一起看看 旧世军我们有一队车队 每一天都会去大约250个我们的收拾点 周世军捐给我们的物资 收回来我们的物流中心 来到物流中心 他们会做一些人手的一些选择 例如衣物 家庭用品 甚至可能是一些电器用品 例如衣物 它们都分得很仔细 例如夏季 冬季 甚至大小 男女 它们都会分开它 而我们用得的话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就是噴一些石头剂 如果有些物资是二手的 它有人穿过的那些 我们会特别有个牌子掛着 就是说这是二手的 等于市民选择的时候 它知道这是二手的 电器用品 我们会有我们的专业和合格的技工 先把它检查了 觉得它是安全的 才拿出去送给人或者用 整个程序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无论买到也好 或者收到这些物资的市民也好 都能够有一个被尊重的感觉 立刻加入好东西大行动 捐好东西帮到人 立刻加入好东西大行动